第四课的第二部分 实战题目解析 首先预习题目在这里 我想大家应该都简单看过和过一遍 还是那一点 这个讲义的话里面的内容的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预习一下 这里面的话会有一些预习题 以及我要讲的实战的题目 希望大家都先打开 自己先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给大家打开了这个题目 大家先看题 可以暂停一分钟 然后思考一下 好的 那一分钟到了 回来 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只给小括号 左右小括号 左右大括号 左右中括号的字符串 判断字符串是否有效 有效需满足 第一 左括号 有效的话 它的规则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那正常人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有效的 这个也是有效的 这个是无效的 因为左的小括号和右的中括号放在一起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只有 那这个题目放在这里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应该用战来解决 那与其我给大家说 这个题目用战来解决 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战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不想就是像很多大学老师里面讲啊 把这个解法给你一抛 你自己会觉得哇 感觉像天上掉下来的一个解法一样 就想要这个好神奇啊 这个怎么做 关键是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可以用战来解决 以及什么样的题目可以用战来解决啊 最关键我想让大家理解一个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具有所谓的最近相关性的话 它就会用战来解决 那么在思考中的时候的话 我想大家也不用把它想的太玄乎啊 就想成现实中看什么情况 用战这种逻辑来解决 那就说明我们遇到这种类型的题目的话 比如就大家类似于想这个飞机是怎么发明的 飞机的话并不是人自己发明创造的 对吧 它是看现实中 比如说有鸟在飞嘛 有其他的各种东西在飞嘛 他就想那你应该可以飞吧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它就和鸟一样也有个翅膀嘛 对吧 有翅膀那样 然后飞起来之后 把起锣架就是轮胎也收起来了 那么现实中有一种结构 就类似于洋葱一样 是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 由于像洋葱一样的 它一层一层一层 从中心 然后向外向外向外 然后我们要打开这个洋葱的话 必须从外层 包包包包包包 一直包到最里面 然后看最里面是什么 对不对 那很多现实中的事情 最后反映到工程里面 都具有这种 从外向内 或者从内相为逐渐扩散 而且它最外层和最外层是一对 最内层和最内层是一对 我把这个叫做 比如说最近相关性 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个的话 大家就要想到 用占中数据结构了 那还有一种 就是要先来后到 就是讲所谓的公平性 大家排队 要先来后到的话 就是什么 就用Q 就是用对列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它总共的话 就是和现实人的生活 和正常的逻辑 和现实中的逻辑 是息息相关的 对吧 我讲了这么多 这并不是废话 大家理解一下 所有这些东西 都不是发明创造的 都是现实中 已有的逻辑 我们进行一个抽象 然后用计算机的语言 来进行表达 对吧 就好像我之前强调过很多 知道 我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较复杂的算法的话 最后都会来 归结到找 最近的重复性 为什么重复性呢 因为你只能写if else for loop和recursion 这几个简单的语言 所以它再复杂的问题 要不就是它客观就这么复杂 那你要写很长很长程序 要不然的话就是 如果程序很短的话 那肯定是有重复性 然后用一个低规 或者用一个for loop 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啊 这一看的话 这个结构 就类似于一种洋葱性的结构 对吧 最外层的口号 最内层的口号 再内层的口号 一层一层包 这个时候你每次包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你包这个洋葱的时候 它的外表皮 应该是一致的口号 对吧 左小口号对右小口号 左中口号对右中口号 这就是所谓 我们正常的思维习惯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常见的解法是什么 对吧 那么第一种解法的话 其实就是经常 给大家每次都讲的 先暴力求解 那这个题目如何暴力呢 其实它这个暴力 本身的话 就不太容易想到啊 这个暴力的话 就是不断的 replace 匹配的括号 后续的话 我给大家看这个程序 但是这里给它讲 这个勾务建领的 讲这个算法的概念 就是说 你只要找到 左右括号匹配的括号对 就把它替换 替换成空的实距 一直不停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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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整个实距 被你换成一个空实距 对吧 第二个例子的这个题目 假设为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就直接 这个实例的话 那么直接扫一遍 只要是匹配的 就会替换成空 那整个一次下来 就变成空了 对吧 那第二种情况 可能复杂一点 三个嵌套的左括号 再加一个这个括号 对吧 这里再加一个中间 再加一个中括号 首先是小括号有三层 然后一个大括号 一个中括号 那这个用这个算法怎么呢 就首先找能够匹配的括号 对吧 这个都不是匹配的 一直看发现有左中 左括号和右中括号在一起 那是匹配的 把它替换成空 替换成空了之后 就是这一次就找不到其他的 那么又重新从头到尾 他要不断的看整个字符串 再找到匹配的 就是这个字符串 这个括号对 把它替换成空 再找匹配的 这个替换成空 再找到匹配的替换成空 最后整个替换成空了 那么一直到最后不能替换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实距是空 那说明它也是合法的 就所谓的暴力的求解 这种暴力的解法的话 它的复杂度是n平方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的话 它会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这个实距 这个实距的长度有多少 它就要循环它的长度 那么多次的数量集 所以的话 这是一种暴力的解法 那第二种解法的话 就是所谓的用站这样的解法了 用站怎么来解的话 它其实的话就是 所有括号问题 其实都类似的 大家想到站就行了 为什么呢 就想到像洋葱一样的结构 那具体怎么运用这个站呢 其实的话就是大家的熟练程度了 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思维习惯 或者算法 就是把括号 如果是左括号 就压到站里面去 如果是右括号的话 就和站顶元素进行匹配 看能不能匹配上 匹配的上的话 就是正负抵消了 把那个站顶元素移出站 不然的话就是不合法 然后一直这么类似的操作下去 直到最后整个站为空 就说明完全匹配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怎么弄 在这里的话 这些讲义的话 讲的我个人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是我们的暴力法 暴力法怎么求全 大家看这个图 首先左右 这个括号是匹配的 那就把它替换掉 然后再发现这个括号又匹配的 再替换掉 再发现这个括号匹配的 又替换掉 就是不断的检查整个数组 最快的情况下是n平方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站这样的情况 站是怎么呢 就是它只需要少一遍这个数组即可 把元素依次考察这个字符 如果是左括号就入站 比如说碰到这个数组的话 碰到第一个字符 它是左括号就入站 放进来 第二个的话 左中括号也是左括号入站 然后左中括号入站 这时候发现是个右括号 对吧 右括号这时候就不要入站了 右括号要做的事情 就是和站顶的元素进行比较 看能不能匹配上 这时候你发现 这个是右中括号 而站顶的元素为左中括号 所以的话 它们两者是可以匹配上的 匹配上的话 就说明没有问题 要做的事情 就把站顶元素给出站即可 这时候站就减少一个 同时把左大括号 就下一个字符了 左大括号进站 以此这样类推下去 这时候是右大括号 那么正负抵消元素出去 这时候在下一个括号的话 右中括号 这时候发现也刚好可以正负抵消 对吧 这时候你发现站里面 正好是左中括号 可以和它正负抵消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把这个括号 对和这个括号对 匹配好了之后 剩下的就是左中括号 在这个位置对吧 这个左中括号 可以和这个右中括号匹配 而这个左中括号的话 在站里面正好 这时候就应该是出现在站顶位置了 然后接下来 再以此类推啊 最后你把你们可以 类似的在心里面想一想 把这个过程模拟完 到了最后的话 要判断啊 这个站里面的所有元素 都清空了 且在每一步的话 不会发生站顶元素 和扫描到的左括号 或者右括号 匹配不上的情况就行 那程序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试着去写一下啊 程序本身的话 会有一些技术处理 所以如果第一次写的朋友 就直接啊 自己可以先试着写一遍 但是可能写的代码 都会比较长 比如说超过10行 甚至超过20行 那么最好的代码的话 一般来说啊 就是像这个 Python的话 一直来就比较短 它这个代码的话 六行左右 就是主逻辑的代码 保持在六行左右 这个代码的话 就写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以及你把你自己的代码 和这些题解里面的 好的代码对比一下 你看哦 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 同样Java也是 可以对比一下 另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抛的这个题解 都是比较简单的 他的话 时间也比较快 他击败了百分之百的用户 同时他的代码的话 也相应来说 是比较漂亮的 同时这里也是啊 解法一 解法二 用JavaScript来实现的 代码也非常漂亮 所以你们自己理解了 这个战和暴力法的 求解原理之后 自己去做一下 还是同理可得啊 你把自己代码 写好了之后 对吧 也优化了之后 再去国际站上面 看一下别人讨论区 里面的高票回答 点discuss 里面的高票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Java的一个 这个Java的话 你看他的代码 就是简洁明了嘛 其实就是循环 便利一变 整个直播传 遇到左括号 就推 就入站就行了 这个时候 他比较巧妙的是 遇到左括号之后 他把右括号 他把相应的右括号推 推进站 所以到时候 从括号里面 pop的时候 就看 pop出来的值 和 当前扫描到的值 是否一样就行了 也就是他这个 对应关系的话 就在这里 很好的给 处理一下 这种处理的话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不然的话 你要是把左括号 推到站里面去 你每次弹出来的话 还要去寻找 他相应的右括号 你就稍微麻烦一点 那么左右对称的关系的话 也可以 一般来说 就是写成一个map 这样的形式嘛 写成一个dictionary 这样的形式放这里 那么这个python代码 也是很漂亮的 大家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还有其他的语言的话 前面这些高票回答 我个人觉得都写得很不错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12行的呀 还有更少的 比如说7行的呀 这样啊 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的话 一般来说 你自己要写的语言的话 就看前三个你的语言 就已经是最好的 这个说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就是mean stack 也是一个预期预期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比较简单明了 就是很直接了当 他跟你说了干嘛 他就让你实现一个赞 支持push pop和top的操作 对吧 大家再回忆一下 Java里面怎么搞的 Java里面的API 这里不是push 这里是add pop的话 它还是pop 但这里是add 也可以是offer 这里的话就是pop 也可以是所谓的remove 这里 它要你实现的是top 那Java里面的话 用的是peak 对吧 好 它要求在长述时间内 能够检索到最小元素的站 那这里最关键是 前面的操作的话 都是站的操作 而多出来的要求 就是在长述时间内 可以检索到最小元素 那么有些同学会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像 那个优先队列 其实它稍微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其实还是一个站 就是先入先出 先后出的 只是它要检索最小元素 而不是取的时候 每次取最小元素 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吧 所以它的API本身的话 和站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可以让你在长述时间中 探测到最小元素 那么怎么做呢 这里的做法的话 因为要保证 它先入后出这种概念 所以它还是一个站 但是你要每次得到最小值 对不对 所以它最后实现的话 就是用两个站来实现就行了 一个的话是正常的站 表示它这些元素的出入 站的顺序维护 另外一个站的话 就是最小值的站 就每次把最小值 放这个站里面就行了 用这么一个 那具体的话 思路的话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预习题 就不用给大家详细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使用服务书站这种形式 以及其他人给你写的代码 和详细的图解 我推荐大家的话 就是首先这些本身 肯定你自己要理解 因为我再怎么给你讲解的话 你自己要多思考 而且一遍不够 还是那句话 像所有这些题目的话 就是我自己写过都写了 接近五遍左右了代码 那我自己看和思考 和看不同的人解法的话 我陆陆续续都看了很多遍了 其实全球站的 中文站的 然后题解 以及刚开始这题解 可能就最开始 B code中国出来的时候 这题解 就各位说 现在都已经60了 所以我看着它慢慢长起来 这些我也得看了很多遍 所以才这么熟练了 所以各位 你们自己也要这么 类似于看 所有这些图表的话 他们做得更好 这个更适合大家理解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把这些学习源 给大家呈现出来 大家就看 这个怎么做 那么详细的解法 就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用两个站 一个的话维护 出入的关系 一个维护最小的站 然后去实现 它的代码就行了 然后实现完了之后 一定要去比较 别人的最佳的解法 看你和你的代码 它差距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改进 自己的代码 还是那句话 已经讲了很多了 这个说完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很多时候 用到两个站的话 会解决一些特殊性的 数据结构的问题 比如说 还有一类的面试题的话 会让大家 只用站来实现对列 或者只用对列来实现站 怎么办呢 那就是用两个对列 每次先进先出的时候 都去到另外一个对列 再出去 或者是 你要用站来实现对列的话 就用两个站 每次先进后出的话 就压到另外一个站去 把它顺序再倒腾一遍 所以 大家注意 以后遇到这种 比如说只用站来做对列 或者只用对列来做站的问题的话 就想到 用两个对列 或者用两个站就行了 就是一些常见的套路 大家把它做熟练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真正要讲的两个比较关键的题目 一个的话是直方图 它的最大面积 这个题目的话 大家可以先暂停一分钟 然后看一下题目 自己思考和理解一下 这是干嘛的 题目题号的话是84题 我就直接给大家讲 然后大家停一分钟思考一下 N个非复整数 表示柱子的高度 每个柱子比起相邻且宽度为一 其后该柱状图中 能够勾勒出来的 巨型的最大面积 好 这就是输注啊 输注假设是215623的话 输注就是10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看215623的话 其实就是六个数啊 六个数表示有六个棒子 每个棒子的高度是215623 对吧 然后他们是相邻在一起的 那么这些棒子的话 就会组成所谓的一些面积嘛 他就问你中间最大的巨型面积是什么 他最大的巨型面积 必须你不能就是突破这个棒子的外面去啊 所以可以五这里跨到六这边来是可以的 因为六比他高嘛 跨到六这边来 然后下来 这是其中一个面积 但也可以二这根柱子 二的话他就可以横跨四根柱子的范围 得到一个面积 也行 当然一也可以啊 一就横跨全部柱子都在一个范围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一这根柱子虽然跨的宽度比较大 但是一太矮了 对吧 二的话稍微高一点 所以跨的宽度更稍微少一点 但是二的话就是高度更高 六的话是最高的 但是他能跨的区域太少 只有一 那有可能就是五是最大的 那么结果的话也的确是这样 五这根柱子的话可以跨两个 同时他的高度为五 二乘五是十就是最大的 所以输出的话是十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找 对吧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如果懵逼的话 还是那句话啊 最开始能想到的就是什么 暴力求解的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先想想暴力的办法 然后接下来这是所谓的用赞的办法 那这个问题可能各位又来了 为什么想到用赞 那等一下我给大家解释 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 好 行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先说暴力求解 应该是怎么求解的啊 暴力求解的话 其实有各种方法 你可以枚举左边和枚举右边 找出它的高度 就是用两个指针写两个循环 for i 对吧 从零到n-2 然后接的话 从i加1到n-1 对吧 也就相当于用i和接两个变量的话 每一局左右的边界 把左右边界求出来之后 再找左右边界里面 这个最大的面积 就是它最矮的高度是多少 然后算它的左右边界的长度 对吧 再找i和接的这个区域里面的话 它的最小的高度 然后就算到它的面积 每次在这么弄的时候 都要记得什么 更新 update max area 最后的话要的结果 就是在max area里面去 我这里就用一个简化的那个代码了 在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方法本身的话 并不是特别有效的办法 所以的话 就没有必要写程序了 它找最小高度的话 是on的 每一层循环也是on的 所以在一起的话 就是n的三次方的 这么一个办法 那么如果对这个办法的话 大家不太理解的话 可以到时候在微信群里面 大家发出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就是如果你这个暴力的办法 你会觉得都比较难思考出来 或者是觉得比较难想的话 那第一的话 你多思考一下这个题目的特性是什么 关键就是你每举左边界和每举右边界了之后 比如说你每到这边是五 那再每到这边是三 每举到这两个地方的话 你找中间的它这个面积到底是多少的话 你就把五到三中间的所有棒子都便利一遍 找到最小的高度2 那么2再加上左和右这两个宽度的话 就是你能组成的面积 每次再更新最大面积就行了 这就是所谓第一种暴力办法 它是n的三次方的 那么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暴力办法呢 其实就是暴力这个暴力法的加速 来看一下 暴力法2怎么办 暴力法2的话 其实就不用再没左边界就行了 只要每举它的棒子的高度 先没这个棒子的高度 就是on的循环 一层循环 i的话选取其中一个棒子 从0到n减1 对吧 然后就说明 以i这根棒子作为它的高度 这时候的话就要找到左边界 我们叫做left bond 和这边 我打中文啊 这样的话就和那个变量名可以区分开 找到left bond和right bond 就是找到左右边界 对于任何一根棒子 比如说假设五这根棒子 你就要干嘛 找到它的左边界是什么 左边界的话 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比它小的棒子 那么五的左边界的话 就是一 对吧 因为一本身的话就 一紧接着就比它小了 那它的右边界怎么呢 就看右边的一个棒子比它要小 第一次出现 六比它高 不算 二比它小 那就说明五的左边界 在这里右边界就在二这个位置 所以以五为高度的面积 左边只能跨到一 右边的话只能跨到二 所以它能够覆盖的宽度 就是一和二中间的长度差 也就是两个格子 而它的高度是五 也就算出它的面积就是二和五 对吧 所以它area就等于head i 再乘以right的right bond 再减去left bond 就得到它的那个 然后再updatemaxarea也行 这样的办法也可以求解 那这个方法的话 我已经给它讲过一次 大家要是没太听明白的话 可以反复再听一遍 或者是自己暂停一下 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大家第一次接触 这种思维方式和这种 左右两个边界不断的 不断的便利 或者固定中间一个棒 就是便利中间一个高度 找到它左边界 找到右边界这种问题 如果大家第一次 就是接触的话 可能接受的会比 那个旁边有经验的同学要慢一点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停下来 暂停下来自己想想 那么接下来一个办法 就是stack stack怎么弄呢 要给大家 就是借助这样的图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解法 官方的解法 第一就是暴力求解 对吧 它第一暴力求解的话 就是像我所说的 左右两个 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大家就跟着我再过一遍 过变数很重要 所以我不觉得重复 我就不厌其烦 这给大家解释 那第一种暴力办法 它说的就是 左右两个棒子 先枚举左右两个边界 它就是n平方的 对吧 在枚举到了左右两个边界 是i和阶之后 在i和阶中间 再找一个最小的高度 然后就可以计算出它的面积了 这个是三次方的 那么优化的暴力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只枚一个棒子就行了 枚这个棒子的话 就是以这个棒子为标准 找出它左边界和右边界 分别是什么 然后的话 就根据这个的话 拿到它的所谓的面积了 这里啊 大家注意 i和阶不断的往左右两边扩散 或者是i和阶往中间 往中间推进 最后相遇 以及i和阶写两个欠套的循环 每举所有可能的i和阶的情况 像这些代码 大家一定要写的滚瓜烂熟啊 如果大家i和阶欠套的便利的话 就这么写 对吧 这里从i开始 一直到lens-1就行了 不用到所有lens 这里的话 接开始要小于lens 这样 好 那么第三种分治法 分治法我在这里 我这里现在不讲啊 如果大家熟悉分治法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但是因为我这个课程的话 还没有讲到后续的分治的基础知识 所以的话 我就从这里跳过 我们直接来看 使用这样的办法啊 使用这样的办法的话 最后时间复杂度是最优的 能够on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怎么做的呢 对吧 那么 首先啊 我们就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可以用赞来解决嘛 所以很多时候 最后你会想 哇 这个很多朋友 要是接触了赞这个之后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方法很精妙 但是你有可能会想不到 就是他为什么会一开始 想到用赞来解决的啊 首先还是那一点 所有这些算法的题目的话 他很多的解法的话 其实是非常巧妙的 相对来说很精妙的 如果大家想不到 其实是一个尝试 那就直接看体解 先学习 理解了之后 再反复过几遍 然后再在脑子中回味 把它这些套路全部记下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学习的 那个状态和套路 所以的话 你要是没有任何想法 我觉得是正常的啊 还是那句话 好 那么赞这种方法 他是怎么去呢 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于 我们在开始的 那个暴力办法的时候 对于任何一根棒子 就这根棒子啊 找他的左边界 和找他的右边界 这里能不能更快一点 之前暴力的办法的话 对于我们每一举的 任何一根棒子 比如这根棒子 找他的左边界 我们就是往左边循环 对吧 找他的右边界的话 我们就是再往右边循环 这样的话 就会在内层里面 多了一个欧温的复杂度 那么我们怎么加快呢 其实可以加快的 因为你看啊 从这根棒子往左走 或者往右走的话 其实他就把这些棒子 全部的高度都探了一遍嘛 当你在下一个棒子 比如说这根棒子 或者这根棒子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又会往左边探一遍 或者往右边探一遍 其实这些探的过程 就相对来说比较重复的 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就行了 我们记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点就是说 首先啊 当我们看到这根棒子的时候 我们的左边界 其实之前应该把所有的 因为把所有的棒子都变利过了 所以左边的话 边界在哪里 应该是可以欧一给求解的 这句话听懂了没有 没有听懂的话 我再说一遍了 假设我们没举到这根棒子了 对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找左右边界 就首先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和感觉 也就是说左边边界的话 它的左边界的话 不需要再循环一遍了 而是直接可以欧一求解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棒子是从左边开始 每举过来的 所以其实左边的所有棒子 它们的高度都已经之前被变利过一次了 所以你只要用一个最小值 或者是只要用一个有序的站 这时候就注意啊 站就在这里出现了 只要用一个有序的站 按高度把它排列出来的话 那么对于这根棒子 它的左边界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可以马上就知道的 那关键就在于右边界在什么地方 你其实是不好知道的 对吧 但是也合理 因为你要是不继续往这边便利的话 其实你是永远不知道右边界在哪里 因为你没有便利到这边的话 你是不知道右边有没有更高 或者更低的这根棒子存在吗 对吧 就比如在这里的话 你要是不往右边探探探探到这边的话 假设这里留个更矮的棒子的话 你永远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的右边界的话 要等到所有的杆子都没完了之后 它才会最后的知道 对吧 所以基于这个特点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维护一个站 大家先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这个办法的话就是维护一个站 这个站的话里面的元素 是从小到大来进行排列的 为什么要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呢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知道 它的左边界在什么地方 大家把这句话记好就行了 而这个解法的话 大家需要后续的话 过一段时间又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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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让大家越来越清晰啊 因为这个整个逻辑问题的话是比较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比较精妙的 回到那句话 大家首先要理解的就是说 你要维护一个站 就是你要拥有一个站 你要创建一个站 这个站里面的元素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从小到大指的是 从站底到站顶去 从下到上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对吧 好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 我怎么让它从小到大排列 就是在入站的时候 要进行一些处理即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动画的模拟 这时候的测试数据 它这个测试数据的话 是67524593 和例子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都是一曲同工的 67524593 就是它的高度 对吧 下面一行的话 就是它的下标 0123567 这不用多说了 这个时候首先你维护一个站 你创建一个站 就这样的 先加一个初始的元素 最小值就负1好了 放进去 为什么加这个负1的话 后面我们再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巧妙的处理 当然不加这个负1也行 不加这个负1的话 也可以写程序的 只是它加负1之后 相当于比较巧妙了 就后面 大家先记住 后面再回过头来 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重复一遍 我刚才讲的话 这个站的话 会从小到大排列里面的元素 也就是说 它的站底到最上面 是从小到大的 那么接下来 每次入站的话 操作是这样的 就是每次入站的时候 都会检查和站顶元素 比是否大于站顶元素 如果大于站顶元素 就放入站 不然的话 就要进行一些初站操作了 那么首先看 6的话肯定是大于负1的 所以6就进站了 对吧 6这个高度就进站 同时把它的下标0 也放进来 要保留这个下标 在这个站里面 就是因为后面的话 好计算它的宽度 那么接下来就看7 对吧 7要进站的话 就和6进行比较 要是7比6小的话 那就要处理这个6了 为什么呢 是这个意思 假设7的话 比6大 说明6的右边界还没找到 那么还要继续 把7放进来处理 如果这个时候 比较小的话 那么就说明6 马上就可以处理了 这句话的话 大家没理解的话 大家我们继续看 那反正就是 7这个时候比6大 那么7就继续放进来 这个时候站里面 也是保证 从下到上 递增的顺序 那么接下来看 第三个元素 5 5这个时候 要进来的话 最后会发现 5是已经比7小了 说明5的话 就不能直接放进来 5要是放进来的话 就是负1 6 7 5 就他的从小到大 这个顺序就没法保障了 对吧 所以碰到5这个元素的话 就要把7开始处理了 那么从现实的意义上来说的话 5进来 为什么7就要动了呢 很简单 5这个时候进来的话 它比7小 说明什么 说明7这个元素 它的右边界 就已经可以确定下来了 7这个高度的棒子 它的右边界 就只能到5这里 对吧 因为5比它小 它不能再跨过去 它只能在这里 那么它的左边界是怎么的呢 7的左边界 就永远是任何一个 这个站里面的元素 它的左边界 就是它的站的下一个元素 所在的下标 就是它的左边界 也就是 所以当5要进来的时候 5比7小 那么7的左右边界 其实都可以确定了 它的右边界就是5 左边界就是它的 站里面的下一个元素 它的下标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处理7的面积了 7的面积就等于它的高度 7再乘以2 就表示5的下标 再减去0 0的话就是第一根棒子 再减去1 就是因为 它这个左右边界的话 还要再减去 都有一个 就有一个offset 是1 在这里 所以要把1减去 就可以计算出7的高度了 那我们再依次 这时候5再进来的话 发现5的话 比6还要小 那么还要把6 继续弹出去 把6继续弹出去的道理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5这个的话 已经可以确定 6这根棒子的右边界了 6这根棒子右边界 也只能到5这个地方 因为5比6小嘛 所以也可以把6 它所能达到的边界 弄出来了 它怎么算呢 就是6再乘以 这根棒子 它的index 再减去这边的左边 就是负1 这里index 对吧 它中间的宽度差 再乘以这个棒子的高度 就是6 这样的话 把6的 它能跨到的最大的面积 也能够计算出来了 接下来 5的话是大于负1的 所以5的话就可以放进去了 对吧 5放进去 它的特点说明什么 5这时候的左边界 就是负1这边 也就是5的左边界 就是能够跨到最左边 说明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元素 对吧 下一个元素是2 在这 2要入战的时候 发现2小于5 说明2不能直接入战 要把5弹出来进行处理 而2之所以要弹5 就是因为当碰到2的时候 5它的右边界就可以确定到了 5的右边界就是2本身 5的左边界是什么呢 就是占的它的下一个元素 就在这里 那么就类似于这么处理 接下来就把所有它的元素 这时候就是发现4加进来了 对吧 2加进来了之后 4也可以加进来 5也可以继续加进来 9也可以继续加进来 不用处理 要处理的时候 只是当这个高度小于它的时候 才要处理 对吧 所以占里面就意思先雷起来了 雷起来的意思表示 这些元素它的右边界 都现在还暂时不知道 到了最后就变成一个3了 3这个进来的话 就依次会弹954 那么就依次可以算出954它的面积了 因为954它的右边界就是3嘛 就是最后面新加的这个3 到时你看了 看3进来之后 把9弹出去 再把5弹出去 每次弹一个元素的时候 就计算它的最大的面积 然后再弹出去 最后把3加进来 都弄完了之后 那么还需要把整个站再清空 怎么清空呢 就依次弹出每个元素 来计算它的左右边界 和它的矩形的大小就即可 那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大家仔细的自己在思考和模拟一遍 以及在图纸中 你自己用一个纸和笔 在纸上把这个过程画一画 以及看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 它的逻辑最关键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元素 如果一个新元素加进来的话 比站顶元素要大的话 那就说明它的右边界没法确定 就一直保存在站顶元素里面去 如果比站顶元素要小的话 就一直把站里面比它小的元素都弹出去 说明什么 说明的话 这个新的元素的话 比这些现有的元素都小 所以它是一个颠覆者 可以把已有的站里面的元素 它的右边界都可以限定出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讲完了之后 代码的话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思考这个逻辑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它有所谓的重复性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所以的话它的代码才会就很简单 其实就是两个循环在这个地方 最后这层循环就是因为 整个元素都探错完了之后 站可能还是不为空的 在这种不为空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需要继续用一个循环 把这个站其实搞空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大家自己要是还不太理解的话 那么就把视频再回滚到之前 再继续听一遍 以及看一下别人的解释 看你能不能理解 另外的话代码 如果理解的话 自己写代码 写完代码之后和别人进行比较 同理 这里还有一些 比如说通俗的解法 像这样 简单通俗的解法 以及别人的画的图 你也可以看一下 同时和别人的代码比一下 你自己的代码简洁都够不够 同时看一下 就是全球站上面 直接把这个杠CN去掉之后 看一下全球站的代码 最简洁的和你自己的进行比较 那这个讲完了之后 接下来再讲一个 sliding window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相对比较略讲就行了 所谓的所有这些sliding window的题目 中文翻译成滑动窗口 对吧 所有这种滑动窗口的题目 大家就想到用一个对列去处理就行了 只不过这里的对列的话 是一个双端的对列 那这也是类似的一种套路啊 大家就习惯就好了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题 自己想一想 暂停一分钟 好 那现在回来啊 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数字 lums 在这里 lums 同时一个k k表示一个窗口的宽度 k等于3表示这个窗口 是3 这么宽 也就是这个窗口可以容纳三个数字 滑动窗口 每次向右移动一位 问滑动窗口里面的最大值 对吧 那像这个的话 一开始窗口就在最左边 它的最大值是3 每次向右移动一下 它的最大值都输出一个 像窗口在这里的话 最大值是3 向右移位的话 看3-1-3的话 窗口里面的最大值 窗口里面的最大值 还是3 同时再右移位的话 这时候最大值变成5了 对吧 就在5 再右移位的话 还是5 再右移位在这里变成6了 最大值在这里6 他就说也是6 更新 这里的话就是367 最后的话367最大值就是7 要输出的就是335567 这样 对吧 输出这么一个 那怎么第一种也是暴力求解 对吧 暴力求解怎么解呢 一开始的话 就每举窗口的起点位置 它的起点肯定是从0开始 一直到干嘛 lens-k嘛 对吧 到这个位置 那么对于每一个不同的起点的话 就看 从起点开始的 后续的k个元素 他们的最大值是多少求出来 所以这种暴力的办法 就是写两个欠套的循环 它最后的时间复杂度 都是在n乘以k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可以求解完的 那么大家可以试着去写一下这个暴力求解的办法 那这个既然叫做暴力的话 就是它的复杂度是偏高的 它正确的办法的话 其实可以on再加k就可以解决了 所谓的on再加k的话 其实就是就是类似于就是线性的on的时间啊 因为k和n的话是同一个数量集的 那么线性的一次解决 我们是怎么弄的呢 所谓的叫做单调对立 这里最关键一点要要说明白的意思就是说 当假设这个窗口往右再移动一位的话 移到二三四这个位置 三的窗口啊 五进来之后 他你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只要五进来了 五的话就要去类似的撞击这个对立里面的 其他的之前的所有的元素 只要比这个五小的元素 都可以从这个站里面去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五他的生命力更新 且五还比就是window里面的已有的元素要大 所以那些比他老的这些元素 且比他小的元素都可以从这个对立里面走了 最后达到一个效果的话 就是你全部走完了之后 发现这个对所有的元素都只要出入这个对立 这个窗口一次即可解决 那么这种办法的话 大家就自己看就行了 因为这个题目的话 其实后来很多学员反应啊 就是代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而且只要理解那个窗口的问题就可以了 这个代码的话相对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题节本身的话 你们可以选一个 你们觉得最好理解的一个解法即可 通理啊 暴力的这个办法的话 你们可以先写一遍 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那个双指针的办法 以及用一个双端对列来实现 用python的双向对列来实现这样一个问题 好了 那么这个题目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个homework 就直接把这个题目放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 我这里留的是国际站的 大家也可以看国内站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题目的话和上面讲的那个棒子 也就脂肪图的话类似 这个题目的话就是直接用双端对列来求解 这部分的话就是CT部分 谢谢各位